武漢戰爭之後呢 這一個星鏈計畫的衛星紅了 而且呢 媒體追蹤說呢 普丁下令要復仇 可是呢 這一個馬斯克又要發射相關的間諜衛星 對這個SpaceX公司 在4月17號 那替美國的國家偵察局發射了兩枚 編號分別為NROL 這個85跟87號兩枚所謂的間諜衛星 那透過這個獵鷹重型9號的火箭 順利已經把這個衛星送上軌道 那同時令火箭還這個繼續回收使用 那這個動作當然兩個部分觀察 第一個就是說 這兩枚所謂的間諜衛星 那應該也是屬於過去來講 就鎖眼衛星 那不過這一次 特別針對海洋的一個偵測 那它的一個性能 如同我們先前講的 這種所謂的間諜這個搖側衛星 基本上它的解析度 可能可以這個直接到 這個5到10公分 這麼的細微 那據說這每一枚的造價 至少是3億美金 一枚3億美金 那所以這個動作 當然也顯示美國在太空偵查上面 又更進一步 那除此之外 當然也是要這個讓俄國 讓他看到說 美國絕對還是有發射衛星的實力 為什麼 因為俄烏這個開戰之後 那美國對俄國全面的這個相關的制裁 那這俄方當時還揚言 其實就直接講說要停售這個RD180的這個火箭發動機 那這一型的發動機基本上過去提供給包含像美國這個發射 過去發射衛星非常重要的這個聯合發射聯盟他們使用 那這樣的一個停售目的 俄國還嗆美國說以後你就騎掃把上太空吧 那結果現在看得出來 美國其實有非常多的管道 不只是依賴這些所謂的這個聯合發射聯盟 其實現在SpaceX等於說擔負這樣的一個重任 連他也可以發射所謂的這個高機敏度的這種間諜衛星 也就是說基本上俄國想要在太空封鎖美國 那完全是辦不到 那這個動作之外 那這兩天這個美國副總統 這個賀錦麗也非常罕見到這個加州范登堡基地 那同時宣布說美國要終止所謂反衛星飛彈的試射 那這一型這個ASAT 反衛星飛彈過去來講 就基本上從不管是從這個陸地上發射 或者是過去美軍也曾經用F-15戰機在高空 直接把這個過去除役的衛星給擊落 那最後一次測試是在2008年 當時美軍以這個標準三型飛彈 直接打到這一個太空幾百公里出 把他的這個過去同樣是USA-193的間諜衛星 除役的間諜衛星把它擊落 那不過後來中國俄國也都有類似這樣的做法 但這樣的做法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會造成非常多的太空碎片跟垃圾 所以也會影響到整個太空的運作 現在美國這第一個跳出來說他要中止 那當然目的也是希望中俄能夠更更進 那除此之外當然這一次 受到外界矚目的是說這一次 俄軍的莫斯克被擊沉 那烏果的兩枚海王星反艦飛彈 為什麼能夠如此的精準 那外傳普丁震怒 而且懷疑說這個背後就是可能SpaceX 他的星鏈衛星在協助導引這兩枚海王星的飛彈 那連俄羅斯的這個聯邦安全會議的副主席 這個梅德韋傑夫也講說 這非常有可能背後有這樣的一個作用 所以他也嗆說 可能要把星鏈衛星擊落 不過後來他又否認 不過他有講到說這個建議很好 他認為可以考慮 不過我們認為這可能性不大 技術上雖然不難 因為用這個導彈把衛星擊落 二軍過去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不過星鏈的這個衛星 相對來講非常的廉價 而一枚反衛星導彈 可能動輒要數億台幣之多 這樣的方式去打擊這個星鏈衛星 特別是星鏈目前已經有2000枚以上 怎麼打都打不完 所以這樣的做法我們看得出來 當然俄國除了這個暴怒之外 恐怕也沒有其他的辦法